淘汰 金牌就沒了 太早下去了就對了 沒有就是最後一棒的跑完之後 沒有停在上面 然後這時候就被其他國家隊伍 抗議 然後最後就被硬生生 把金牌就拔掉了 這些小季節啊規則 都是要注意的齁 不過其實這個規則在 去年青奧會的時候 那個華倫總會他們就有討論 因為其實 說真的這個規定不太合理 因為你最後一棒的選手像 如果是世界杯的話 男生衝得快的跟什麼事 你要他們在半圈子內停下來 停在彎道上太危險 所以他們其實今年 應該是會取消掉這個規則 基本上選手你只要不要 影響場內還在比賽的選手 你完成接力後 你是可以進到場中央 嗯哼 不過因為目前規則這一條 還是沒有改掉 所以基本上 還是會照著這個規則走 所以選手們還是要特別的留意一下齁 好 好啦在第一組的部分呢 有台南市的明德國中 第一棒是張之宇 我就派出了強棒了 另外還有台北市的立山國中 他們的第一棒是黃玉文 台中市的喬泰高中的國中部 第一棒是 楊穎潔 現在比賽開始囉 比賽開始 因為是比秒數 所以大家基本上一七跑就想要衝了 是 國中一組總共有六隊 六隊分兩組但是是比秒數的 對 所以第二棒是先出發 對 你會看到選手他們會從彎道下來 他們必須要看第一 前一棒的人溜到哪裡 基本上大概是溜到 三百起跑線的地方的時候 下一棒要接棒的人就會加速下來 然後蹲好之後 讓後面的選手借力實力讓他 接著他的力量去 好 所以其實接力的時候 在接棒的這個環節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要下去被推的人 要趕快停下來 要趕快停下來 停下來 因為 他剛剛並沒有完成接棒 所以他必須要再到接力區之前 他得要停下來等他的隊友爬起來之後 做接力的動作 他如果超過接力區的話 基本上他們就是 淘汰了 對 因為他沒有完成接力動作 所以其實他 剛剛應該看到自己的隊友摔倒 他要趕快 停下來 嗯 要完成接力動作 必須還是要再接力區 那他不能 不然後退嗎 基本上要被 要被推的這個選手 他要停下來 停在原地 對 就是下一棒的選手 對 所以你要隨時注意 後面的隊友 有沒有來 嗯 當你發現他摔倒了 你就要趕快停下來 嗯 在終點線前 有一條黃色的線 那個就是接力區 你必須要在 接力區 之前完成接棒動作 喔 他有一個範圍的 一個狂框 對 哇 那我剛剛想要請教 玉婷呢 就是他如果他已經衝出了接力區 他可不可以再回來 不行 不行了 哇 哇 所以栗戰國中這邊就 這個項目 就等於是 中途就棄權了 對 的意思了 這真的蠻可惜的齁 難怪剛剛玉婷會一直狂寒啊 趕快停下來 剛剛有點激動 不好意思 沒有很ok啊 讓我們知道這個嚴重性 對 他不停下來 就無法繼續下去了 沒錯 因為可能小朋友自己也不太 也慌了啦 看到自己的隊友摔到 哇怎麼辦 對啊 他就整個速度也沒有頂著衝出去 其實他應該趕快停下來之後 完成接力動作 基本上 完賽還是會有成績啦 對 但是因為他這樣可能就沒有完賽成績 就有點可惜 好大家仔細看那個接的 出發的 下一棒出發之後 他們在那個線前面就可以交那個了嗎 欸基本上 就是通常他們是 就是 他們等待線的那個黃線那邊開始 就是下來 一直到 終點線前 有一條黃色的線 只要在這個區域 就是基本上在直線這個區域 這邊才是可以吧 接力 對 就是沒問題的 只要在直線完成接力動作 基本上就是沒問題的 所以並不是我們看到那個框框啦 也不是 因為我看有些是在那個線前面 沒有 其實這個就是有點小撇步 就是 你如果像 我們對於速度快的人 你如果推你的隊友 他可能速度比較沒有那麼快 嗯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希望單圈快的人 能夠讓他溜越長越好 那我們就在靠近接力去的時候 再接到 嘿嘿嘿 對 像剛剛這一個 這一棒就是 還在我們看到那條線前面 他們就推了 對 嗯 所以接力是非常講求默契的一項 一個項目 是 所以你就會看選手 其實他們基本上 在比賽前的時候 就一直不斷的要練習 嗯 因為接力的順與不順 會影響到人家給你的速度 如果你今天推得順的話 你是剛好可以借力實力 可是如果不順的話 你會吃掉自己隊友的速度 嗯哼 好現在最後了 有沒有你看選手就開始 煞車煞車停下來 嗯 因為他們必須要 停在那個 彎道上面 然後等裁判的指示 就是確定 OK了 才可以全部都下來 在裁判指示之前 你超過那條線 裁判是可以幫你判 當歸的 對 好剛剛是明德國中了 李嘉雲 最後先通過終點 成績是4分27秒07 超太高中是4分27秒539 因為這是計時啦 就要分出名次的齁 好現在第二組 三所學校現在登場 那這邊也有 台北市的金華國中 還有高雄市的明華國中 以及屏東的光春國中 因為這次比賽是以學校為單位 所以其實 像高雄的 大家也看到就是有 只有一個競速鞋 其他三個都是修行鞋 因為他們其實是溜冰色的 是 對就是其實 但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好事 對 就是你讓小朋友可能國中就開始 可能就是也算是找第二興趣 是 對 他可能留一留有興趣之後 就決定繼續練下去 對 其實對華文六兵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 對 一開始要推廣齁 對不對 更多人參與 高雄的明華國中這邊 對還有王玉婷 有玉婷 對 一樣都叫玉婷 哎呀 都 很喜歡華文六兵 那像是國女組的部分喔 接力賽 像已經拿到 四面金牌 個人賽四面金牌的 彰化精神高中國中部 他就施配羽 他們就沒有來報名參加 對 這個接力賽 那像是中正國中啊 林興宇 他們也沒有參加 不過講到這一點喔 真的 國中女子組啊 在早上進行了500公尺 加低 爭先賽喔 竟然 如果大家還有點印象的話 有看到那個林興宇 他怎麼 就是這一次的全中語 他怎麼樣都無法贏過施配羽啊 都拿到銀牌 施配羽都拿金牌 那林興宇在那個500加低的 最後還摔倒 終點前摔過終點 結果呢 他還是區區第二名 支配羽又是拿到了個人第四面金牌 那賽平這個玉婷黃玉婷下去問了一下 其實他們兩個的成績 差到萬分之五秒 0.0005 對 他們裁判組說啊很頭痛啊 嗯 那個錄影帶這邊放放放 這邊一直看 看了老半天才終於抓出來 贏了一點點 真的 真的 就是這個秒數後面小數點第三位 還是顯示是一樣 電腦出來是一樣的 沒錯 必須要看終點攝影一直隔放 一格一格放大放大放大 到底是誰先超過終點線 沒錯 萬分之五秒啊 這個很難想像 結果林興宇還是無法超越施配羽 不過繼續加油啦 兩個人這個良性競爭 對其實這樣子很好 良性競爭這樣 他們兩個以後都會越來越強 沒錯 因為就會有一個警惕 毒王 還有一個對手在 是 好啦這三隊 欸不過剛剛玉婷有提到這個 競速鞋跟休閒鞋喔 都不一樣的 對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休閒鞋基本上他的上鞋 比較軟一點點 對 支撐性比較沒有那麼舒 沒有那麼的穩 他是讓 剛學溜冰的人 因為他鞋子穿的比較舒服 其實競速鞋穿的腳不太舒服 你可以發現很多穿競速鞋的小朋友 他們腳都東破西破 因為競速鞋他比較硬 就會比較磨腳一點點 但是因為就是因為他比較合腳 所以他操控性也比較好 是 穩定性也比較夠 所以有辦法溜比較快 喔 對 我們可以看其實 當你落對的時候 那個裁判並不會把你吹下來 但是先決條件就是 你不可以影響到主要在比賽的選手 所以你必須 他們來了之後 你必須要靠外道讓他們過 然後你再溜回你自己正常的腹線 現在呢是高城市的明華國中 跟屏東的光春國中在拼了嗎 不是應該是北市 金華國中 對金華國中 跟光春在拼 對 跟屏東的光春在拼 欸怎麼推到 小心小心 邊邊去了 對啊 其實應該也累了啦 對因為畢竟他們每一 每一圈都是要全力下去衝刺 是 哇 就被淘汰了 因為踩到減速條 喔 對 踩到還是很嚴格的 但是這個時候 前面我也常常提到 要在國內的比賽嚴格啦 免得如果你真的一個 想說我在國內這邊 踩到一點減速條 沒事沒事 就國際比賽的時候 你也想說這樣沒事 其實這樣是駭到選手 對 現在是 特別是金華國中 當然還有那個 明華國中也還現在有 有啦 只是他們落後不多 對 不過我覺得其實他們這樣子的 參賽精神 我覺得非常的 看了很感動 對 沒錯 因為他們還是有運到人家精神啊 對阿 繼續這樣子完成比賽 對 哇 光春國中康就是 我們也有看到 這個是要在 接棒的時候 難怪玉婷講說 接棒真的是很 關鍵很重要的一個技巧啊 除了如何要 快之外 剛剛就推到旁邊去了 對 所以其實默契非常的重要 因為很常接力發生什麼事情 前面這個要被推的人 還沒有準備好 後面的人就直接推下去 對 前面這個就重心不然就啪就摔了 是 對 所以為什麼說其實接力的默契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4分24秒 3 5 大家會參考成績哦 4分24秒 5 很快捏 所以 應該是金牌了 喔 她被是的 金華國中 趙珮余 然後 王瑄 聖佩玲 林玉琳的四位選手 組成的台北市進化國中國女組的 三千公尺接力隊 你們看那個小學妹留得很開心 笑咪咪的 其實他們這樣接力其實蠻危險的 因為我那個學妹留得比較快一點點 他接著休閒期的時候 他不可以像一般接力的時候 就是接到就趕快推出去 他其實必須要先碰到前面這個隊友 確定他是穩的 然後再輕輕送出去 因為畢竟比賽大家都不希望受傷 明華國中還有黃才穎 真的是算是練家子 比較有經過專業強度高的訓練 其他的還帶著護膝 就可以知道他們是比較休閒組的啦 社團的 還是來參加了全中運 對 我覺得其實這種勇於參賽的精神真的很不錯 沒錯 高雄市民華國中有 顏軍庭 呂家筠 還有黃才穎 以及王玉婷 這四位選手 其實在接力的時候啊 如果有看過世界盃的人就會知道 其實每一國的接力的方式都會不太一樣 對 像我們台灣基本上就是推屁股 然後可能接力出去 韓國 甚至一些歐美國家 他們會把他們的雙手放在屁股上面 然後在推的時候 前面這個蹲的人 他手會用力再往後推 對 等於算是推後面的人 然後讓自己加速往前 對 就像那個 我舉個例子 游泳要轉身鄧強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就是有點那個感覺 嗯嗯 來 黃才穎 完成比賽 完成比賽啦 高雄的民華國中 有有有有 記得要停下來 我想的話怎麼都沒有要減速的意思 緊張了一下 好不容易完成比賽 結果還被取消資格 成績不算 好冤啊 玉婷如果當教練 一定也是 緊張大師吧 你每個細節都 對 我會 我覺得我會緊張到 沒有辦法指示選手怎麼比 所以他們都說奇怪 你比賽的時候這麼冷靜 我說沒有我比賽我不緊張 但是我看你們比賽 我緊張到快死掉了 國女組在這次的 華人溜冰 所有的項目都已經 對 對